近期美国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宣战,单方面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而且这次把盟友也划到了攻击范围内,既然美国已经如此肆无忌惮了, 那么其他国家定然,不可能坐以待毙,纷纷开始出手反制,俗话说打蛇打七寸,美国把最先发起贸易战的商品定为了钢铝,直接加征关税无差别攻击,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埋头发育,美国纳钢铝这种需求量巨大的商品做文章,可以说实实在在的打在七寸上,在加征了钢铝关税之后,美国确实如愿以偿,获得了短暂的胜利, 但是特朗普还没得意多久,美国的七寸也被抓住,并且不断遭受重击,我们知道美国不仅工业发达,在农业上,也是全球顶尖的存在,这次被抓住七寸的正是美国的农业,各个国家的关税反制措施,纷纷瞄准美国的农业领域, 这让美国的农民叫苦不迭,尤其是斗类产品被针对之后,大量从美国的运输船,因为没有敢在关税家争钱赶到收获的,只能在海上漫无目的地飘着,等待一些虚无缥缈的奇迹, 这让特朗普也急得焦头烂额,众所周知,美国的中期大选越来越近,支持率对于特朗普政权来说至关重要,关系着今后两年时间,总统下达的指令,是否能够顺利地实施,所以特朗普虽然自食其果,但是仍在想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, 第一个开刀对象自然是欧盟,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向来密切,在贸易战开始之后,欧盟的高官就前往美国,跟特朗普进行谈判,据悉此次谈判一个主要的项目,就是涉及美国的豆类产品,会谈结果从特朗普的表现来看,还是非常满意的, 骄傲地向美国农民,宣布打开了欧洲的农业市场,然而高兴了没一天就被泼了冷水,因为欧盟各国中,也有不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,十分反对特朗普这个说法,最终欧盟的谈判官员出面澄清,只是达成了关于大豆的一些方案,不涉及全部农业领域, 实际上在此之前,特朗普已经承诺过对美国农民补贴,120亿美金,约合820亿人民币,在谈判后也表示过继续追加补贴的意愿,不过这近千亿的巨资仍然于事无补,美国农民并不买账,向特朗普喊话,需要的是贸易,不是补贴,而据美国农业部本月时日的估算来看,美国大豆今年的产量将创造历史新高, 这无疑是美国农民雪上加霜,部分美国的农业人士深感绝望,纷纷指责特朗普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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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